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惧何悔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红尘外 柔情内 有没有断肠的泪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看求真心一对 今生何惧何悔 红雀东南飞 红雀东南飞 编织香粉 枕头现脑 编织香粉 枕头现脑 编织香粉 枕头现脑 编织香粉 别有今天 编织香粉 枕头现脑 编织香粉 喉子 瘟独蛋子来了 咱们买点什么吧 你想买什么 我想买盒胭织 还有香粉 刚好我也想买几根针 走吧 好 腌织香粉 枕头现脑 腌织香粉 枕头现脑 腌织香粉 枕头现脑 老大子 等等 想要什么随便挑啊 哥哥 认不出哥哥了吧 哥哥这模样 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想不到哥哥会做这种小买卖吧 真是想不到 哥都到门口了 快进去坐坐吧 别别别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是不进去了 不碍事 进去吧 哥哥 兰芝 你们家小姑子 今天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她 她是不是 是不是嫌弃我 怎么会呢 哥 走吧 快进去吧 娘 我心里害怕 害怕 你怕什么呀 刘大哥落魄成这样 都是我造成的 要不是我支了麻袋布 他哪会成这样啊 现在见到他 我总觉得他会跟我算账似的 你不说 他哪知道是你知道 你嫂子会不会跟他说呀 快 去叮图你嫂子 可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发出我害怕 真是没出息 你怕什么呀 他又不是老虎 他就算是老虎 那也是纸扎的 咬不死人 快去吧去吧 真是没出息 真是没出息 哎呀 兰芝啊 哥让你为我受委屈了 哥 我们是兄妹不说这个 你能出来比什么都强 那好 就不说了 哥 在牢狱里面 真是让你遭罪了 能活着出来就万幸了 哥 你也别泄气 钱财没有了没关系 只要人能活着出来 总有重整旗鼓的一天 那到十八层地狱了 记不来了 哥 你怎么能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咱家都一贫如洗了 还怎么重整旗鼓啊 不行 我得先把做劣质军服的家伙给找出来 杀了他 哥 哥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 不行 我刘兰生落魄到这步田地 全都是这家伙给害的 我一定要找到他 拔他心 挖他肺 拿他喂狗 香草 我去给刘大哥倒水去 这有水啊 我去倒点热水 兰芝 你们家小姑子今天怎么了 他 哥哥刚才说话咬牙切齿的 让人听了心里发怵 我都这样了 还让人发怵 娘 我让你盯着 你怎么又过来了 他说要找出做劣质军服的人 那样子真可怕 那你更应该去盯着呀 不要让他说出来呀 我不敢 你 你 你可真没出息 兰芝啊 你不吃 刘家大哥来了 伯母 娘 兰芝啊 还不赶紧去割肉打酒 留你哥在这吃饭啊 快去 我这就去 还割肉打酒 多谢了 多谢 坐吧 哎 诸武大人 钟晴哥 上午看到你那个内胸刘兰生了 挑着个货物狼弹子 摇着个波狼鼓 这家怎么和叫花子要饭的差不多呀 诸武大人 还有别的事吗 哦 没有了 去吧 好长时间没吃这么饱了 没喝的这么好了 哥 那我就不送你了 你回去和爹娘说 我过两天回去看她们 啊 回去 回去 多带点肉回去啊 哎呦 我的腕不险腰了 我 哎呀 哎 小心啊 哎 回吧 回吧 妹妹啊 哎呀 哎呀 路上小心 哎 真是丢人现眼 人头现哪 盐之香粉啊 人头现哪 盐之香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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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整天搭了这个脑袋 我哥现在也放出来了 你还去想那些事情干什么 可是 我现在一看到刘大哥这个样子 心里就堵得慌 都是我造成的 我欠刘家的债 太多了 你啊 事情就是挑开 官府还能把财产还给我们家吗 不会的 嫂子 姑母来了 嫂子 刚才出去那个是不是兰芝的哥呀 还能有谁 你看他那个样子 你怎么还让他进门呢 你这是老糊涂了你 那是我呀 是兰芝让他进屋的 挑着个货郎蛋子 摇着个波郎鼓 就刚刚叫花子似的 哎呀 真是笑死人了 还这么厚脸皮 居然上妹妹家藏饭吃来了 你不是说 他也在衙门里做事吗 就是 跟衙门里做点小买卖 哎呦 你说我们娇家是犯了哪门子的冲啊 得罪了祖宗啊 许了这么一个亲家 真是要门第没门第 要家也没家也 说得也是啊 让我在街坊寺林里都抬不起头来 哎 你说咱们娇家 虽然不是个大户人家 可也是讲尊卑啊 有门第的呀 你说有这么一个挑着货郎蛋子 摇着波郎鼓的叫花子 在家里尝尽尝出的丢不丢人呢 哎 嫂子 你看着吧 他呀 还有的馋呢 哎 哼 我说他姑母啊 你坐下啊 你帮我啊 好好点亮点亮 哎呦 哎 我说 哎 自从这个兰芝进了门 你们家的事真不少 先是重轻加不了缝 好好的马又死了 竟把一个青楼女子啊 哼 养在你的眼皮底下那么多日子 这次为了救他哥 又花了不少钱吗 谁说不是啊 啊 他呀 就是个克星 原先说他是克星 你还不服呢 哎 你说把这么一个克星留在家里 今后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嗯 嗯 听你这意思 你是要把他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呀 真想赶他走 哎呦 休啊 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 要休也得有理有结呀 我仔细琢磨了 这话呀 还真很难摆到桌面上来说 他可不像刚进门的时候 现在啊 什么事情能忍责任 手脚有勤快 我要想找他点错啊 那就跟鸡蛋里挑骨头似的 难哪 你这不是说了等于白说吗 哎 要我说 就让他老老实实在交交代着吧 赶明儿给你抱个孙子代的 哎 他要真能让我抱个孙子 我也就认了 我什么话都不说了 哼 可是进门这么长时间了 连个屁都没怀上 哎 也是 你说什么也没图到 嗯 那你 逼 你是说 逼他在我这儿待不住 对呀 逼他回娘家 哦 他跟我啊 嗯 你主意多 你给我说细致点 啊 这个 这个吧 我还真有一招 兰芝回去多长时间了 啊 我看啊 是在娘家住的不想回来了 娘 嫂子不是昨天才回去吗 在娘家才住了一个晚上 你是不是想嫂子了 哼 我想她 哎呀 他索性啊 在娘家住着别回来 省得回来干活 娘 你说他哥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陪他娘多住几天 不在情理当中啊 嘿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事事处处 总是和娘拧着替她说话呀 娘 你说 嫂子做了什么出格的事了吗 对你 对哥哥 对我 哪一点不好 就是你和嫂子总拧着 哼 你这孩子 学会叫醒娘了 娘 哎 嫂子 不赴伯伯伯都好吧 还好 娘 我来吧 行了 人家都干完了 你回来凑什么热闹 嫂子 那山鸡舞还没吃好呢 你叫我吃去 走 你给我 你别拿啊 你给的钱太少了 给我把啊 我不卖 你们都给我 你们别拿啊 我给你们拿 我给你们拿啊 哎哎哎哎 我说 这个多少钱啊 啊 这个 啊 哦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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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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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吵 一个一个来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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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立即要办的 哎 等一下 这些公文都不是我们衙门办理的 为什么要交给我们办啊 这是太守大人钦点你办的 太守 啊 太守气度你啊 是看你交重金文才好 哎哎 这其实就要承报啊 明天呢 你们都要住到衙门里来赶工 都记住没有啊 哎 周青 怎么样了 你看出来没有 这高主播还是肯照顾你的啊 啊 照顾 你说的对 哎 哎 照顾是吧 够够 是挺照顾的 快去忙吧 当我走十天半个月啊 挑这么多衣服啊 那也要多戴几件 人家都说 男人的衣服 就是你人的镜子 我可不想让人家说 仲卿娶了个懒婆娘 连衣服都不给换 好 谁敢说我们家兰芝啊 啊 对了 岳父大人的身体好些了吗 嗯 吃了几副药 好多了 嗯 这次你回去就该多待几日 多陪陪你爹娘 啊 哪敢多待啊 就住了一天 娘就不高兴了 这人老了 就要是星子 我们就顺着他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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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就早点休息 你还等着抱孙子呢 我还有很多锦药枝呢 来吧 哎 你这手怎么回事 快坐下 这是怎么弄的 嗯 可能是枝紧枝的吧 那你以后怎么弹空侯啊 不碍事 可我就是要替你弹空侯啊 对 娘 这月亮早就上房顶了 怎么还不去治紧啊 娘 我要去衙门里家几天搬 兰芝在给我捡衣服呢 捡衣服需要几个时辰啊 这就捡好了 兰芝 我们娇娇为你们留下官司 贴进去多少钱 你心里应该有数 这个窟窿啊 只能靠多知己卖钱才能补杀 要是不抓紧的话 这个窟窿恐怕一辈子都堵不上 娘 还有你 你是娇娇的独苗 娇娇的顶梁柱 还指望你撑这个门户呢 你可倒好 一天大晚和媳妇 在屋里倾倾我我的 怎么撑起娇倾这个门户啊 娘 我们没有倾倾我我 我只是看见兰芝手上起了茧子 我心疼了 哦 学会告状了是吧 媳妇在背后向儿子告婆婆的状 娘 我没有 娘 兰芝没有 我只是无意中看见兰芝手上起了茧子 哦 你光看到她手上有茧子了 娘手上有这么多老茧 你从来就没有看见过 娘 我是看兰芝天天干活 我怕她累着 哦 怕她累着 娘就不累 娘十月怀胎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扯这么大 娘不累 你爹死得早 娘含辛如苦的 把你们兄妹二人抚养成人 娘一点都不累 她刚进交代几天门啊 你就觉得她累 你呀 真是个孝顺儿子 娘 我知道您累 知道娘累就好 别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们下草 难道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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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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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